瞧瞧瞧瞧 这一打扮多漂亮啊 我说你呀 就别动那小心眼了 老老实实听话不受罪 来 把这酒给喝了 喝了酒啊 伺候好客人 以后有你享福的日子 反了你呀 兰然 给我灌 别碰我 别碰我 喝吧你 把他扔床上去 走 去 把赵老板挺来 就说把人给他挑好了 是 老娘今天跟你喝了那么多的酒 一会儿酒幸发错 不怕你不从 你 你快疯了你 快 你疯了你 别碰他 别碰他 我 走开 来人啊 走开 别碰他 别碰他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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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啊 走开 走开 这是什么事 走开 来人哪 来 走开 快点 你个小娼妇 疯了你 跟老娘作对 看老娘会打死你 来呀 把他给我拉到赵老板床上去 老秦婆 你休想 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给他止血啊 赶快止血 别让他死了 快快快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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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我死 要么你去把那个部队军官 给我找来 否则 你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给我拉出去 拉出去 走 报告 营长 你找我 我闻到县生已经好几天了 按照上风的指示 下月初出发 你要抓紧时间 在这里把作战需要的物资 都补充齐全了 明白了吗 是 书香明白 该花钱的就要花钱 那个县长不是什么好东西 尽量别招惹他 是 还有啊 目前前方的战事吃紧 我们一旦顶上去了 后果怎么样还很难说 弟兄们想要操办点私事 写封家书什么的 多给点时间休息吧 营长 你也抽空写封家书报平安吧 我去替你借 不用了 我家乡没什么人了 报告 报告营长 外面有个女人说要见你 女人 什么女人 就是那天县长请你去赴约的 那家春红楼的老板 她来干什么 说什么 龙龙镇的下河在春红楼等你 女人 你这帮人家要干吗呀 你们俩好好伺候着啊 好嘞啊 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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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那个海营长带着一帮兵过来 说是要找什么叫下河的 海营长真的来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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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去把那个小姑娘 给我洗干净 去把那个小姑娘 记得给他换身衣服 快快快 海营长 你来了 那 请坐请坐 这话少说 杨夏和呢 他人在哪里 我叫人去叫了 其实海营长 我们这漂亮姑娘有的事 干吗非要她呀 你要是愿意 我给你找一个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啊 他这样怎么见人哪 我不是告诉你 把他弄干净吗 一群废物 海营长 人给您带来了 夏和 海教官 真的是你 海教官 夏和 夏和 你怎么样 要不要紧 夏和 海教官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你终于来了 夏和 夏和了 海营长 回头再找你